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臣朝错 拜见陛下 臣张视之 拜见陛下 好 来来来 考考虎 二位爱卿 你们说我们大汉的刑法 是不是到了 必须要改一改的时候了 如今仍是律多行众 百姓怨声再到啊 陛下 言重了 怨声再到 是耸人听闻之说 如果不对那些刁民罪犯 贪官污吏是以重刑 何以威慑 陛下是不是与民同乐 观赏花旦的时候 听到了什么 张廷尉挺细心啊 竟能看出朕的心思 前些时候 太子和朝太府 从长沙国回来时 曾带回一份假意请求 羞虑减刑的奏读 朕一直在想这件事啊 陛下 那个火烧藏书阁的乡女 至今仍在大雨之中啊 微臣以为君王以重刑治乱 本都是迫不得已之事 谁不愿仁慈 谁不愿容容乐乐 可是在蛮夷卫服 冰戏南西的年代 重刑如何废除得了啊 是啊陛下 如果取消肉刑 那么那些刁民 还有贪官污吏 就会得寸禁止 你退一步 他就进十步 这样会使 鱼肉相离 偷住假病 盗墓 还有 杀人越获者越来越多啊 一个爱民的君王 施行以仁德代百姓 即使百姓有错有罪 也不是重刑 而是给他们机会一起改正 那真是人人盼望的事情啊 但是只有到了真正国泰民安 一切都有秩序的时候 才可以放宽刑罚 是啊 言之有理啊 治世之君应该宽容 但也是要在惩罚中施人证 在人证中办惩罚 否则毫无约束也难以失致啊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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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陛下 找太医看看吧 就一阵 说过去就过去了 过去就无碍了 陛下 要好生调理身体才是啊 是啊 明天吧 明天朕去丽山汤泉池泡上一天 臣 臣告退 告退 也该让甲医挪挪地方了 姑娘 姑娘 大哥 是不是皇帝呀 你两天后就到桥下去等着 等陛下回宫的时候去喊冤 千万记住 万万不可在陛下出宫时喊冤 陛下要办的事没办完 你突然一喊 弄不好会送你和你父亲的命啊 嗯 记住了 今天是二十三 明天二十四 后天二十五 我二十六一大早就到桥下等着你 到时候听你的信号 嗯 千万记住我的话 我先走了 嗯 圣旨到 甲义接旨 大汉皇帝诏曰宣甲义七日之内赶赴长安 亲子 甲太傅 快接耻啊 哦 谢陛下 告辞 甲兄 你又可以回长安了 可以天天吃魔了 啊 四年了 我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陛下 终于想到我了 不 不 相语还在大狱里 我不能走 我不能走 哎 甲兄 哎呀 皇命难违啊 对 回到长安 见到陛下 你不就 陛下 对呀 哎 对呀 我得走 我马上走 哎呀 快点 再快点再快点 哎 好嘞 驾 驾 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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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冤枉了 松长 把他扶起来 遵命 松长 把他带回公里 遵命 小姑娘 你住在哪里啊 我送你回去洗洗 换身衣服 然后再到宫里来 陛下要见你 小姑娘 你在发抖啊 现在知道后怕了啊 你住在哪里啊 我送你回去 好 来 好 慢点慢点 陛下 这就是神里淳于义的所有案卷 张廷尔 对淳于义一案 说说你的想法吧 依臣之见 吴王留弊是为了解私奋 强加给淳于义的罪 即使淳于义没有因为给乡民治病 而耽误了去吴国的日期 吴王之妾也照样会死去 臣以为 不应判淳于义有罪 更不应该斩其右腿 吴王的心机 就是前些年死于宫中的吴王子的生物 正是 他得的什么病 是黄病 全身发黄 不吃不喝 是一种急症 也怪可怜的 那齐王为什么 臣以为 齐王本也不愿判淳于义的罪 只是不愿得罪吴王 才把这个难题推给了朝廷 是啊 王侯伤何妻 就治百姓的罪 百姓不已是人吗 爱卿 现今我们刑律 共定有多少种罪名 汉城秦制 有两百多种 臣在想 这或许倒是个契机 废除肉刑 感化黎民 你叫什么名字 今年多大 民女淳于蹄营 今年十五岁 齐国名医淳于义 是你的父亲 正是 民女的父亲人心济世 是个受人爱戴的良衣 你可是认为 我廷尉府定你父亲 附下网上罪 是一桩冤案 廷尉府 廷尉府 是为朝廷执法的大礼部 民女不敢污望 那你为何在陛下面前 高喊冤枉 大人明鉴 要不是这样 小女子 怎能到得了天子的车脸前呢 小姑娘 这你就冤枉朕了 凡是我大汉臣民 有冤情尚书的 朕都不能不堪 陛下亲民爱民 天下人人皆知 可无奈观尽重重 若民女曾曾上书 到达遇前 指控家父早已备 那你可知律令森严 你难道就不怕死吗 民女早已把生死支支度外 只要能救出父亲 民女任凭陛下发落 小姑娘人小胆大 还挺倔强 张廷尉 张廷尉 按律对范毕者 应该如何处置 为民陛下 凡范毕者要审其义 若是刺客 当处急刑 像这个小姑娘 范毕只为救父 该如何判罪 应罚金四两 好 就怎么办了 你召 淳于提营 盼范毕罪 罚金四两 淳于亦无罪 特赦出狱 着此后精言医术 就万民于病痛 天子仁慈 提营愿为官奴 侍奉陛下 小姑娘快起来吧 小姑娘 你都会些什么呀 民女从小随父学过一些医术 学过如何监主要膳 提营可以调理陛下的膳食 瞧瞧 告玉状成了毛髓自荐了 好一个女众豪杰 你能不能够治疑 不得了 小姑娘 我还想要赏金十两 命你回去 好好侍奉老父 成全你的一片孝心 谢陛下 父亲 孩子 你怎么敢出这么大胆的事情啊 父亲 父亲 你平安就好 我们快走吧 那好 走 张大人 张大人来了 淳于公 张大人来了 淳于义提营接旨 是 淳于公 记纸啊 你们打开看看吧 二位请起 二位请起 淳于先生 赶快带上你的好女儿回家乡去吧 好好地造福百姓 行医治病 宋张大人 张大人慢走 谢陛下呀 淳于公 淳于公 快去看看 天子联系黎民 除了封赏女父女二人 还下诏废除了肉刑 走啊 快去看看 走 好 来来来 让一下 让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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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淳于公 你看 你看 好啊 好啊 这位先生 我们不识几个字 不懂什么意思 你给强强吧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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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的诏书上说 听说 有余事的时候 对那些犯有过错的人 就是给穿上 染有颜色的 画有特殊图案的衣服 作为他们耻辱的标志 是 这样 广大民众就不犯法了 为什么呢 那有余事 教化得好 管理得好 对是 管理得好啊 诗经上说呀 和跃进人之人 才是百姓的父母啊 明白了 明白了明白了 可是 后来民众有过啊 不加教化 就对其处以刑罚 有人想改过呀 都找不到出路啊 是啊 当今陛下 非常怜悯他们 说刑罚 断裂肢体 万比割眼 终身不能复原 这是多么残酷 多么不道德的事啊 是啊 不道德 这哪儿成得上是 天下百姓的父母 不 顾此陛下说 从今以后 要面除肉刑啊 要面除肉刑啊 真是爱民如此的 一代明君 一代明君啊 谢陛下 谢陛下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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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狱了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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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熬了 我出狱了 天子废了肉刑 我的手保住啊 可是 你这个读了好多好多书的好官 去走了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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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 这要什么时候才能到啊 快了快了 常儿 你看那外面的稻田 那就是我的家了 这稻田有什么好看的 哪有京城闹花灯好看啊 常儿跟着爷爷受苦了 驾 驾 驾 母后 这药不凉不热 正好把他喝了吧 母后 舅父他 还提你舅父干什么呀 他已经是一块朽木了 虽然心里想办好事 却总是惹陛下生气 舅父没在母后这里吗 他待得没去啊 回吴县了 真的说走就走 他走没走你还不知道啊 他这个人哪 也怪可怜的 挨了你一通讯 临走的时候 还为你过于操劳 心疼得流了不少眼泪呢 你八岁的时候 他就在你身边 从来没离开过 舅父 朕派人把他追回来 追他回来 陛下 陛下 你是一国之君 一言九鼎 要了 母亲早就懒了 母亲寻思着 我们都老了 别在你跟前 彻彻绊绊绊的了 母后 你知道吗 昨晚上老观音走了 我知道 老周伯怕是也 老臣们除了 身土家 张仓 身子骨 还能勉强撑得住 其他的 怕是都快不行了 我说陛下 你身边 一定要多启用 些年轻有为的人哪 亨尔知道了 来来来看看 家乡好啊 还是家乡好啊 祖父 你在长安的时候 说长安好 回到了家乡 又说家乡好 到底哪里好啊 来来来 你看这鱼叔 这是我的父亲 也就是你的曾祖父 他告诉我的 这还是他的曾祖父 四岁的时候种的呢 到如今已经上百年了 还是这么知凡夜貌 藏尽挺拔 上百年啊 那么久 可久了 我们吴国的历史 可久可久了 久远且富庶 富庶且强大 咱们吴国在春秋的时候 就已经相当鼎盛了 这吴王夫柴只一仗 就俘获了岳国国王勾剑 吴王这么厉害啊 可惜啊 吴王尚武 却很好色 被岳王勾剑送给他的美女 西施迷住了心窍 终日沉鱼美色 而勾剑却握心肠胆 基础国力 十年之后就打进了吴国 逼死了夫柴 成为当时的五霸之一 那还是岳王聪明 我的小缠儿 比西施还漂亮 只是不知道 有没有西施那么聪明 爷爷 你说什么呢 别跑 别跑 爷爷 你别看看 太后奶奶 这梨太大 爷儿给你分着吃可以吗 爷儿 梨是不能分着吃的 分梨就是要分梨呀 那不跟奶奶分离 可再过几天 依然还是要去梁国 跟奶奶还是要分离 母后 再过几天 孩儿也要与您跟太后奶奶分离了 国儿 奶奶不是跟你们讲过 你父皇八岁去代国的事吗 父皇也常说起 他小时候高祖皇帝 带他们七兄弟去林院看老虎的事 对不 你们终是要长大的 不能老是留在母亲身边啊 要买空 不是 我肯定不认识 你怎么没法 我们就不能贴政 那一月 太子 跟他父皇参与国事后 我这眼睛多亏妹妹照应 虽说还常流泪 可不那么疼了 皇后娘娘 今天的露水比往日又重又凉 回去后 要让奴婢温温再洗眼睛 至高无上的神灵文 三千年来 我洋洋华夏子孙 都在虔诚地计讽你们 朕 大汉的第三代皇帝刘衡 在此 为朕的子民们祈福 愿神灵 庇护我大汉 国泰民安 富足强盛 创建一个 太平盛世 陛下 陛下 假意待命价钱 朕的爱情 朕的贾太夫 平身 快快平身 谢陛下 来 快坐下 坐下 陛下 假意去南处四年 这四年来 长沙过 爱情 先让朕好好瞧瞧你 这南处的太阳 真是狗毒的 黑了不少 也瘦了不少 陛下 假意 在觐见陛下之前 已经将长沙国 这些年来 所有的大事 都记录在这竹简之上 请陛下 容假意详细比报 爱情 这是朕刚刚进过神灵的 好 来 跟朕一起吃一些 谢陛下恩赏 这是 好 鸡屁股 有名后福 后福 陛下是说臣 想 真想 陛下 长沙国 已经摒弃了 刀耕水入的耕作习俗 开始用铁梨 伸翻耕地了 爱情 陛下 朕问你 这是什么地方 灰陛下 这里是众神汇聚的祭殿 着啊 既然是众神安息之地 就不要用凡间俗物 来打扰他们了 好 朕问问你 吃 吃 你说 这众神聚意何出 是天庭之上 还是冬月泰山 还是冬月泰山 按仙人们所言 有的居住天庭 有的居住泰山 那么 那些鬼魅又住在哪里啊 这鬼魅嘛 仙人也有所言 有的居住天上 有的居住地下 谢谢 祝你 既然是 天庭 这鬼魅又住 我 还能靠着 这鬼魅又住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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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就常住下去了 县令 何必这么客气啊 还送这么多东西 下官就是把全家都卖了 也报答不起 国舅大人对我家阿昌之恩 前两天来信说 他如今已经在南军 宋昌大人手下 做了一名 护卫宫廷的郎官了 各位乡亲啊 国舅大人正在召见县令大人 容我禀报一声 你们没看见 上回阿昌回来 跟我们再亲热镜 他根本就没忘本 你懂啊 这位乡亲 容我禀报一声啊 家太傅 你相信鬼神之说吗 其实啊 这鬼神嘛 天下人谁也没见 信不信鬼神 全靠自己的心 信则有 不信则无 那么 满天下的人到处为神修建庙务 为鬼雕刻咒服 信的人这么做 不信的也这样做 这到底是为什么 奇怪的是百姓如此 历代帝王也如此 就说这祭殿吧 就是高祖生前修建的 而从惠帝 高太后到朕 每逢遇到不随意之事 或欠风之年 就一定来到这里 祈求神灵的保佑 除了到渭水河畔祭天祭地 到高祖庙前祭祀祖宗外 还一定要来这里祭神 这到底是 陛下向微臣提出的三个问题 这一 是为什么天下人 包括帝王都要祭神 二 是为什么要祭天 祭地 祭祖 三 这神与鬼有何不同 这人生 不如一世长八九 无力而为了 就希望祈求冥界 造出一个新的寓所 这寓所 可以存放种种的疑难 也可以倾诉种种的心愿 这寓所的主宰 便是这神灵 百姓如此 帝王也如此 有道理 那为什么一定要祭祀呢 祭祀是人们敬畏 天地神灵的仪式 因为上天的雷电雨雪 地面的地洞洪水干旱 是天下众生灵 抱偿了天地灾难 带来的种种疮痛 也保偿了天地甘露恩赐的 种种恩赐 人们 无从解惑 这才发现自己无能为力 于是 就以为 向他们供奉最高的美位 就可以保佑天下众生灵 恩泽长远 可实际上呢 洪水照样反乱 田地照样干枯 可见 上天的反复无常 并不取决于人们 供奉了多少虔诚和苦心 可朕以为 朕是上天的儿子 要是上天发威 将大灾与大汗 那是因为朕的德伯工钱 触怒了上天 上天才要惩罚朕 让朕的臣民受难呢 所以朕得处处小心 勤俭为民哪 陛下虚怀若骨 自戒自律 实在是天下人的楷模 不 太不像话了 国家大人是想见就能见的吗 他们见 不不不 我还是去见见他们吧 阿周啊 听说你这回回来就不走了 跟我们一样啦 那那那太好了 我们又又可以一块玩了 下河去抓鱼 上树去掏鸟 哪一天啊 咱们再到这个河边去 比比谁酿卷 你还以为是五十年前那会儿啊 六十大体的老头子了 还能干那些事啊 你净瞎说 这不能干啊 还不能说说啊 这我就不愧这个嘴巴不开 这这阿周又不是外人 你 阿周啊 阿周 国舅大人永远是国舅 是车记打将军 是陛下钳封的指侯 借后 只许称呼大人 不许直呼其名 更软擅长辅底 否则 一律出一将刑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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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 你这就就是 陛下 咱们已经谈了一夜的鬼神了 陛下 臣此次回京是想 那 爱卿再说说祭祖 这祭祖嘛 其实臣想 也许是人们追根求源的好奇心 比如说 我家的先人是什么变的 是一尾鱼 还是一颗星 变成人以后是奴仆还是坐大观的 好 有趣有趣 接着说 好 这祭祖啊 可以 使人的好奇心得以满足 使人的心灵得以依归 同时还可以激励自己 干出一番无愧于仙人 超越仙人的大夜来 比如 臣此时此刻就想知道陛下对臣事 唉 最后一个问题 你说这鬼到底是什么 是从哪里来的 这鬼嘛 乃人世间邪恶之人在冥界的化身 也是人们心造的幻影 哎 朕以为朕是饱读天下书的人 没了想与贾太夫相比差太多了 哎 哈哈哈 朕不如爱卿哪 哦 陛下 陛下 朕是折杀假意 假意真真的不敢当啊 哈哈哈哈 哎 哎 爱卿儿 朕记得你比朕小两岁吧 嗯 是陛下 陛下 臣记得陛下今年 今年二十八岁 哈哈哈哈 好 年轻 还年轻啊 来日方长 啊 爱卿儿 你明白朕的意思吗 啊 明白 还年轻 嗯 可是陛下 我们谈了整整一夜 为什么陛下不谈苍生 只谈鬼神呢 哈哈哈哈 问得好 爱卿的这个问题 还是留个爱卿自己去回答吧 啊 哈哈哈哈 这些人 这些人 是 这些人 是 假兄 假兄 假兄啊 哎呀 错兄 哎呀 错兄 哎呀 我这一回长安 第一个想拜见的 就是错兄你呀 哎呀 我也一样 太子今仍我感风寒 小弟无事 来 肉朴 美酒 找你喝酒来了 咱们聊聊这四年 没说完的话 哎 不行不行 我这肚子还保着呢 你这四年 是不是太亏了 一到长安 就把自己给撑着了 哎呀 说来惶索啊 陛下与我 在宣室殿 边吃祭品边说话 竟整整一夜 哦 陛下和你聊了一夜 嗯 委派你个什么官职 钟大夫 还是公卿之位 哎 哎 坐 哦 陛下与我说了一夜 鬼神之事 鬼神之事 哦 陛下是在考你的博士学问的 哎呀 肯定要我以重任 让你重任钟大夫 你这四年 虽然外放长煞 但是你的诸多舆论 正在一步步地实施 这说明什么 那是因为陛下重视你 行了 别想了 陛下 肯定是要重用你了 君恩如潮汐 谁能说得清楚啊 你看你看 这就是贾兄你 总是这么忧心忡忡的 你瞧你的眼睛红的 这样 咱俩把这坛酒给喝了 你好好睡一觉 就什么都不想了 贾义接旨 陛下御旨 贾义签任梁淮王太傅 三日内启程 贾义 接旨 贾兄 接旨 臣领旨谢恩 马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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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兄 梁王刘依 可是陛下最钟爱的皇子 这孩子相当聪明 日后 必将是朝廷的擎天之祝好 这下你明白了 陛下的深意了吧 懂 又不完全懂 陛下 是让我培养一位未来的藩王 储君的储君 可从另一方面想呢 我又五内发赌啊 贾兄 你我虽然师从不同 我主张以法治国 逆信封 如教兴邦 可是有一点 咱们俩是一样的 那就是 你我都是皇子们的老师啊 错兄啊 还是陛下那句话 来日方长 是啊 来日方长 满意的要遵从 不满意的也要遵从 不满意的 加雄 保重 保重